1975年12月,湖北省云梦县税虎地发掘出土12座战国末期制秦带的墓葬,其中在11号墓葬中发现大量竹简,经整理共1155枚。 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发现的大批秦简,被称为云梦税虎地秦简,属国家一级文物。 云梦税虎地秦简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,其发现有何意义,为何被称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?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进行解读。 11号墓出土的这个总共的组简应该有1155枝,总共有文字是4万多字。 那么这一批简实际上它的内容应该来说是分为10个方面。 最主要的方面是秦绿,占到了整个这个简的数量和文字,大概是一半左右。 秦绿它可能是非常完备的,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, 包括我们的农业生产,包括畜牧业,包括当时的兵役,包括姚役,包括官员管理等等各个方面的这种行政也好, 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这个社会生活、生产等前方位的这么一个规定。 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情侣,具体内容早已一世无存。 这次发现的绿文虽然只是情绿的一部分内容,但已相当丰富。 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,综合运用古文字学、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, 以税虎地勤俭、教刊、补证传释文献,给相关学术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契机与突破。 像田绿,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, 包括这个仓律,也就是当时的仓储管理, 像这个官室律,就是当时管理的官和集市的这些法律, 还有跟工程相关联的, 还有比如说也是像这个当时的姚役、兵役以及官员管理的, 甚至包括对当时的少数民族和一些邦国管理的条律, 那么这些律法就是总共是有18种, 这18种应该来说是秦律当时体系最完备, 留存资料最丰富的一种成熟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。 王贤福表示,秦律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建时期的产物, 它对统一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。 西方早期法典萨利克法典比秦律晚近700多年, 其内容还夹杂着许多习惯法, 秦律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发达的法治文明。 他的时代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文术中间时代最早的, 所以这一部秦律18种也被称为中国目前最早的, 最完备的法典。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西方最早的, 可能就是说陈文立这种封建时期的这种法典, 大概是在法兰克王国, 莫洛温王朝它的后期, 也就是公元六世纪的样子, 那么这样算起来, 至少秦律比它早了好几百年。 目前,有关税虎地秦检的试文, 已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呈现, 后续研究重点将放在挖掘秦检或秦律背后 所呈现的社会状态上, 同时, 湖北出土了众多检读, 秦汉检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, 有关秦汉律法的传承, 在中国法律史上的作用等, 还有该进一步深入研究。 湖北出土了很多的检读, 秦汉检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, 那么关于秦汉检读中间, 又关于律法的记载,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, 所以在这一块对它的整个内涵的挖掘, 对它的背后所反映的国家治理, 甚至包括有很多关于社会治理的这一层面的研究,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去深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